七警案就宣判了 七警有罪 判的罪就比 原先告他那條罪輕了很多 沒有了嚴重傷害他人身體 所以判刑 本來那條罪最高是可以終身監禁 現在最高是三年監禁 七警就還押了 我相信判的罪也不會到最高刑罰 但一眾藍絲對於判罪 這個結果反應非常強烈 有一些建制網站在網上發起聯署 即是你拉了他 即是說不單拉了他 總之你減了那些外套 他就當你是支持這個聯署 就會將那個人數 在星期四的時候就公佈 向法官求情 天下其民 我都沒聽過這個做法 向法官求情 法官要看數字 法庭是可以從眾的嗎 原來是吧 怎樣 怎樣判決 民意 這個人就 民憤極大 就拉他 槍斃 不是這樣 法官是獨立判案的 從來不會用 根據投票的決定去判誰 有罪沒有罪 根據投票的決定去判誰人的一年徒刑 或者換刑 對於香港來說絕對是天下其民 另外有些藍絲 例如這位 跟我的名字一樣 我姓高的 叫高志森 這位導演 在網上 罵法官 又說 黃絲法官 偏幫 亂港 反港分子 又說他們是九官 輕判旺國 騷亂 這樣 那些人 有些看不開眼的律師 就在Facebook 留言 就說他這樣做的話 就有失身份 不負責任 或者構成 藐視法庭 這樣 但是這些言論就被刪開 高導演就在Facebook裡面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基本法哪一條是不可以批評法官的 基本法很多東西都沒有寫的 這個都是叫做common sense 我們叫做常識 而且你都 如果你有一個案件在進行 進行之中 是剛剛審完審結了 判了有罪又等待這個 這個 這個法官的判刑 你批評那件案件雖然沒有點名沒有指明這件案件 其實 很多律師都說很有機會構成蕩雷士法庭的問題就是 有民去告他 我自己覺得有很多人在香港來說 其實雙方都犯了相同的毛病 恕我老實地批評 無論是黃絲和藍絲 什麼毛病呢 對於法庭如果他的判決 是有利於你支持他一方的話 你就覺得這個 法官 非常之英明 公正 持平 當他 不利於你支持他一方 你就立刻罵他狗官 罵他不信這個法律制度 就是 會這樣的反應 我覺得雙方都有 共同的問題 有時候 大家都爭不下 不過有一點我覺得很重要 大家 對於香港法律制度的認識 這個都是ABC 你讀過中學就明白 我們有叫上訴機制 我現在相信 七警都會打算上訴 上訴機制的意思是 就是說 上級法庭 你經過上訴之後 是可以去否定下級法庭的判決 直到上訴到終審法院 那裡就 停了 就是那個是一個最終的 判決 叫做final court of appeal 那就是最後 那你一定要 我們 在香港生活 在一個法治社會 大家都明白 我們必須要 認同一個這樣的制度 我們不能夠 覺得法官要順著我們意 去判才對 我覺得這樣做法 無論哪一方都好 我認為是對於香港的法治的制度 法律的制度 是構成很大的衝擊 這些言論一直這樣下去 是完全對香港的核心價值不利 大家 我想就必須注意 究竟 他們這群藍絲會不會構成了事法庭 那我就看看 周法人員怎麼看 不過 接下來我想說 這是跟周法人員有關的 例如 原作級協會的 這個會長 這個主席 陳祖光 大家都知道 他向來言論都相當出位 今天就接受這個電台的訪問 他就提到 對這個判決就覺得很遺憾 對這個裁決很遺憾 我覺得不奇怪 你作為這個 警察協會的主席 你覺得很遺憾 我覺得 一點都不奇怪 這個說法 但是他說 對於這個判詞 很多值得相確的地方 都可以的 你可以批評判決的判詞 有同事 因工作而引致訴訟 計而入罪 使得同袍 是很不開心的 他說同袍的士氣一定會受到影響 其他 他也收到很多訊息 有些很激動 有些很理智 他希望同事尋得住氣 合理和理性地解決問題 有警察同事為案件有很多疑點 仍然被判入獄 認為裁決 不是很公正 以上的批評 我覺得 都是合理的 你也可以這樣批評 不過 當他講到 警察為什麼會做這些事的時候 他就這樣說 他說 很多人期望警察在執法時候 一定要守法 按程序做 但是很多情況下 是挑釁 或者在侮辱下 是很難的 我自己這樣說 說很難 其實 在這個挑釁的情況下 無論是言語和行動 給示威者挑釁 真的 不是很容易可以忍得住 當然 警務人員 很多人都說 是專業一定要忍住 對 這個我同意 但是 我們都是人 我們在很多情況下 會盡量理性合理 合情合法 但有些事是忍不住的 陳祖江是 援助級協會的主席 是警察 當然他的級數不是很高 無論怎樣都他就握槍 握槍就是有殺人武器在手上 你握助這份工資 無論那些是示威者 那些是黑社會 即是說 十二點後黃國我看 又或者是你抄牌 他用粗口罵你 我自己覺得 在任何情況下 警察拿著這個殺人武器 第一件事要做的不是你勇 你一件事要做的 你要明白你這個殺人武器 是對很多人會構成生命的危險 所以你那份工資 其實大部分是要你忍住的 OK 你觸察後英勇 因為知道對方是有犯罪行為 OK 有刑事的罪行 你就可以用你的最英勇的方法 甚至用這個殺人武器 去制止對方 傷害其他人或者傷害你 但是今天 很多示威者 你說 是的他的挑釁言語和行動 我想問 是不是對你構成 生命的威脅 是不是對其他人構成生命的威脅 如果不是的話 我認為 你忍是很重要的 這是第一 你的武器不能亂動用 第二大家都明白這件案 是一件什麼性質的案 這件案是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刑事罪行 我夠膽可以這樣相比 將 曾健超 抬去暗角 拳打腳踢 對他身體造成多處的受傷 和 有當事人去警署報案 非禮他 強姦他 甚至在裡面打他 是一樣性質的事 我就想問 如果那些人你認為他是做有應得的 為什麼這七個警察不是最後應得呢 陳祥光你在想什麼 是不是在這個問題上 我就覺得 你當這班人是聖人 你當這班人是因為 維護這個政權所以要做什麼都行 我覺得陳祥光這番話對不起 我是絕對不能夠接受 因為 這樣做法他是縱容警察 是繼續做這些為非作大的事 另一個我認為 絕對不能原諒的 就是 所有警察的 老闆 這個 就叫做警務署長 盧偉聰 他今天 向同事寫了一封信 就說對裁決是非常之難過 就是 和那些有困難的同事和家人溝通 並向他們提供一切可行的援助 後面那一段 我不辭意的 不過 他說 相信各位同事和我一樣感到非常難過 我和管理曾經都明白同事們的憂慮 和 失落的感受 我想問 我想問 你的難過是因為他們犯了法 而受到制裁 判了有罪 原來 我們有七個警察 我們樹大都有夫知 七個警察確實犯了罪 所以要誠之於法 原來我們的警隊裡面 是有人犯罪的 我們感到非常難過 還是你覺得 即使他犯了罪都好 最後被判入獄 被判有罪而要坐牢 你感到非常難過 如果是前者的話 那我就同意了 如果你說 找到在警隊裡面有人 強姦非禮 反毒 OK 這個跟黑社會勾結 即是接受那些不應該接受的款待等等 貪污受賄 你覺得感到非常難過 好 警察 假設是 他應該是連結的 假設應該是 遵守法律 竟然有人不遵守法律 樹大有夫知 難過 沒有問題 但是你說 如果是後者 覺得 他執法 不過他打人 他打人而已 他都不應該被抓 不應該判刑 所以我覺得很難過 你想說什麼 盧偉聰 我自己覺得 盧偉聰在這個問題上 他不是 就是禿鷹 就是禿鷹 可能會放出來說 你們做得對 你們沒有錯 但是 大家都明白 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警察 是要遵守法律的 警察 犯了法 我認為你是 一定要受法律制裁 盧偉聰 這種說法 其實是包庇 這一類警察 或者是縱容 甚至是鼓勵他們 去繼續 這些不法行為 盧偉聰這個說法 是極度不負責任的說法 但是 你有沒有留意到 盧偉聰這個說法 幾乎是 和陳祖光這個說法 幾乎是所有的建制派 的議員 也都包括 林鄭月娥 接受這個電台訪問的時候 的回應是一模一樣的 即是反映了一件事 香港的這一班 建制派 認定 警察 是維護政權的一個國家機器 即使 他做了這些違法行為 不過 他 那個對象是一些反對 政府的人的話 他都認為覺得應該 勉於刑責的 那我就覺得 如果他們這樣的態度 我這樣預言 香港的警隊 是一直會敗壞下去 是沒得救的 而且 香港核心價值 一定會被這班人摧毀 的 人們 在這班人摧毀 我來講 我來講